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王小编 然后这局也是一个43型的排位赛 咱们这个边路对线矿铁 打矿铁吧 这个怎么说呢 一级能打二级呢 看情况吧 我觉得有些时候吧 也是能打的 这把咱们直接自信一点 开局买一个布甲 再预购一个布甲 一级先找他位置 那他就是和谐其手 这边咱们先清兵线 清完兵线最好是留一个二级能 这边咱们升到二级 二级能连人带兵一起打 回头A一下这个兵线 直接升到二级 买第二个布甲 评给家 这前期的矿铁二级还真是拼不了 就没法打 这把我就是前提怎么说 我太自信了一点 就是我兑现矿铁不知道咋个事 我总想那个四十年前我单杀他一次 其实正常来说 这个张晓军肯定是打不矿铁的 肯定打不过 这个时候没办法了 咱只能是塔下请线了 河蟹也丢了 这就有点难玩了 其实啊 但还好是什么呢 这个 这把我们带的是一个肉命纹啊 还能玩 就慢慢拖发育 我去翻译 越往后期了 咱的优势就越大 完了 这矿铁去支援了 这么一招啊 咱去不了 可能这就是 这就是超小金兑现矿铁的这么一个下场啊 前期一旦被压制啊 就不好玩了 这边咱也是升到了四级啊 挺好啊 矿铁这边去没有拿到人头 这个赤甲能拿就拿 狂铁回来 在这直接跟他打啊 他交大招没关系 A A A 21 对 大招开出来 A一下 再A 他交闪现 E技能上来给减速 平A 接2技能 这李源芳补妹补是啥呀 我怎么感觉我像是单杀的一样啊 其实你还升到四级之后 按照咱们肉铭文 呃 这个情况来讲呢 打狂铁确实还有得打啊 两个步甲加一个黄刀啊 这边还是接着蹲他啊 看他怎么打啊 平A接二 他交大招 追着他A啊 他现在打不过咱们 平A再接二 直接开打A A 二技能 他现在手里没大招 单杀不了 咱就慢慢发育啊 这把咱是直接出反甲的啊 出反甲也行啊 出什么都行 出冰心也行 出火甲都行啊 我是觉得这个前期啊 看阵容出装啊 因为你看对面打也是这个蓝嘛 出反甲能稍微好打一点 这边秦湾兵线在过去支援啊 差点直接给我传送回家啊 狂铁上了七后盘哎 我这边手里有大一技能踩回来哎呀 墨子控我一下 这不是人不全 我多于上啊 我真多于上 我看着米莱迪我现在能打点伤害出来呢 一点伤害了也没整出来啊 很多人说我这个前期玩的不是特别好啊 你看从这把来看 咱前期打的确实不好啊 我打牌我也不知道咋事啊 总总是喜欢瞎打啊 就明明有些时候打不了的玩意我都非得硬去打啊 这不是一个正常的思维啊 你跟我打巅峰菜那种想法他不太样啊 没那么稳啊 现在还行啊 起码咱打狂铁啊 我压他一个等级呢啊 二技能 看他怎么教技能啊 这把旅员方过来 他就闪现 我直接开大一技能踩上来 这把他没大的啊 这狂铁反正给我的感觉啊 其实也不是很会玩啊 实际上我感觉 这把要没有这个旅员方的帮助啊 我想打出这么大的优势 应该没这么快啊 这边还是接着进野区就行了啊 咱们buff没有抢到 这边咱们下路接着清线啊 这个时候反甲已经做出来了 反正我是感觉带肉铭先出反甲比较狠 至少比 至少先比那个冰心的好一点啊 这两天总停电啊 直接看二技能A 看他怎么教技能啊 惩戒拉近距离 凭A 凭A 二技能挂一手A 再一技能给减速 直接单杀 这边他是没大招的啊 他每次打团战之前 他都先把大招给交了 反正狂铁在我看来啊 这个时候他已经是崩了啊 没什么太多发挥的空间了 虽然说他开局单杀了咱们啊 但是现在他已经不行了 下楼一塔 这波就可以拆了啊 哎 上路团灭了 差点 现在狂铁出场率比以前要高很多了 以前那几个赛季有些时候你都是碰不到的 对不对 不好碰见 黄田 评给家 压他两个等级跟他打啊 这边他没交大了是吗 评给 诶 交大招 那就往回拉 别着急啊 这时候对面打野可能要过来 咱这边呢 这边别打了 对面打野始终没露视野啊 没露视野咱就拉倒 这个敌人节我感觉还不太好气 直接开大招 咱有反甲打这个蓝这个英英雄呢 基本上就是手拿把枪啊 随便打 你就记住 只要说是碰见蓝这个英雄 只要出手里出个反甲 血量够高的话 手里捏个大招 你完全可以和这个蓝打 他不肯定打得过两个 就反甲就克制他 知道吧 这把直接出纯镜藏球啊 这个敌人节资格是不可能在下落带线的啊 指定有人保护他 但是辅助漏视野了 那就可以直接上 平A接2A 躲他大招 大招一开 我有点A不动他呀 我这大招还开出来 不开还行 就这个敌人节打我伤害还是挺高的 咱还不能跟他打时间太长啊 打时间长了 对面队友就过来了 这边咱们下落接着带线就行了啊 哎 敌人节还在 你看他是追着我打的 这说明什么呀 这身后还是有人啊 我觉得 要不然这一个敌人节他凭什么这么猖狂 狂铁回程补状态 这个蓝拔不 他先既能探草丛 指甲里能开一手大招开出来 被控了 这边得赶紧走了 这个敌人节大招啊 不得不说啊 伤害还是高 主要他有这个穿透啊 大招一探平手 咱就不肉了 不肯打了 狂铁过来先往回走啊 现在不确定啊 这个敌人节是不是跟着他 但这边他没大了 没大招我也没大 先拉出来吧 看这狂铁走不走 他如果不走的话 咱接着跟咱打 这边他就要死啊 直接开大招 哎哎等他一个二的能啊 看他怎么教 平A在二的能一刮啊 他跟我打他现在回复不上来 这个能量条啊 狂铁这英雄你没看吗 没有能量条就不行 下路接着带线啊 这把反正也是一个军事局啊 啊我就可烦这个墨子 每次这个对面选墨子 我就感觉都挺恶心的啊 直接跃他 先把你的后路我就给你疯了 我让你跑 看你怎么跑啊 交惩戒直接开大二里能刮一下 这波挺舒服啊 拿了一个双杀啊 这会员装备其实补个碎形锤啊 补个二眼战斧啊都行啊 咱这种装备的话就是半肉半输出啊 出电袋吧也行 但是肯定没那么肉啊 这边直接拆高利塔了 看看能不能一拨吧 这点结果还是挺想去切的 但仅凭咱们自己啊是不好切的 一技能踩上来 哎 这墨子可能要交大 结果是直接被秒 哎呀 苏烈这个大招交的真好啊 让经典绕后啊 这个苏烈玩的挺会玩啊 这不是我真没看着他啊 光注意这个墨子和第一次了 这不是让他给守住了 有点那啥啊 有点那啥 有点会玩啊 等一下长小金开双龙啊 开不开双龙这个不是关键啊 是我们这边啊 呃 切后排能力一般 所以说这个敌人眼呢 越往后打就越强势 啊 他本身他是克制联方这种英雄的 联方过去拿龙 这不是他要死的 先把这条龙给拿了吧 然后联方死了 这波咱还是得过去打这波团战 即使是四打五 感觉也也有的打 直接开在这儿 一技能算了给点速 评给哎 这墨子非得空我一手 回头二里能刮一下 先把墨子直接带走哎 一技能跳回来哎呀 这打也是追着我打呀 没给我机会啊 这条龙哎呀 还没等我放呢 直接就就就就就放到中路去了啊 其实这把优势还是挺大的 啊 啊 狂铁可是蹲着呢 先抓他 注意对面敌人杰的位置啊 其实把我去切后排不好切 其实给前面队友扛三害倒是可以的 是吧 本身咱这个装卫扛三害也不好扛 对面打野先上了 那就先抱后排啊 看着打野看着打野啊 顶着三四个人把我们这边射手给切死了 这边稍微等个大招吧 双方打了一个一换一啊 一换一这波不好上啊 狂铁上去切后排 我这边呢 牵制了对面三个人 但是很明显一技能踩上来 我有苍穹 这波先交个苍穹 交成绩 我真没法切啊 这俩人一抱着 这波我也不好上 我手里没机能啊 这苏联一直跟着他 先走吧 拉扯吧 下路这二塔看看 也是拆不了的 拆不了 反正咱们就直接刷野吧 其实咱这装备处理倒没啥问题 这种出装肯定是能打的 随行随做出来了 这把发育的期间还真不算太快啊 十五分钟啊 我都没留身装 踩一脚 先把这个对面的打野给切了啊 苏联这波应该是没什么被动呢 哎 还是有被动 先扛上汗 一技能踩上来往回拉 就是骗帝人节的这个技能啊 射手输出一下子 这狂铁手里有大 墨子估计也得有大 闪现上来控人啊 你控住我了 没有用 剩一个敌人节加狂铁 直接开大招上前 二技能回旋 这把总体连车位啊 没啥太大毛病啊 这种其实也不是特别好 半入半输出 反正这个明文啊 这个出装啊 也没啥太大问题 挺好挺好用的 我感觉还可以啊 呃 那么然后本期的视频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期视频我们有缘再见 这好像也是个省级框铁啊 这个史误画 正好7 正好7 这一点 就是这样的 我也觉得 我